这个地区是乌克兰东部 由亲俄罗斯人所掌控的卢干斯克地区 这个地区最近发生了两起爆炸意外 其中一起还是输油管起火 根据乌克兰的军事情资所显示 俄罗斯他们的特种部队 最近在盾内刺客这个城市 他们在基础设施里头埋藏了炸药 而盾内刺客这个地方 是乌克兰国内俄罗斯人比例比较高的城市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断言 俄罗斯在近期的时候即将要攻打乌克兰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由卫星图所显示 俄罗斯他们在最近在白俄罗斯 还有俄罗斯西部以及克里米亚 都有一些军事行动 包括了在乌俄的边境 有19万名的俄罗斯军队集结 另外还包含了125个迎接战斗群 而且他们就战斗位置的话 比例也比过去观察还要来得高 显示俄罗斯他们可以在任何预警的情况底下 攻打乌克兰 而乌克兰也提醒了在乌尔边境的民众 最近最好别出门 更不要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